摄影技巧,晚上由于光线不好,很多新手在拍摄时会拿不准 那么在今天的文章中,Dodo就来给大家说说晚上怎么拍照片好看 夜景图片有哪些拍照技巧 相信有很多小伙伴,晚上拍摄的照片都会出现以下这种情况 画面模糊,倒光不够,被焦脱焦等等 想要学好晚上怎么拍照,你得先了解这些 一,相机的设置 一般建议大家将相机的参数设置为MD 手动对焦,ISO800,F8,快门速度10秒 另外,如果你需要进行后期调整,可以设置为WOG式 参数设置,F22,30秒 ISO250参数设置,F5.6,30秒 ISO1600,2,广角镜头 小光圈下面这张图,就采用了广角镜头,小光圈,以及长时间的曝光 将路灯的灯光拍摄出类似星线的形状 猜数设置,F19,30秒 ISO400,3 手动对焦像这样的散景 在冬季会显得特别的温暖 其实很容易拍摄 只需要使用大光圈的手动对焦 就可以拍出这种图片 猜数设置,F2.8,0.3秒 ISO400,4,长时间的曝光 长时间的曝光 也是夜景图片比较常用的拍摄手法 将快门的竖直调慢10秒 30秒等 就会出现下面这种肉眼看不到的星光轨迹 关于夜景图片的一些摄影技巧 大家在平时的拍照中可以尝试着用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